花莲县议员选举第一选区的现任议员张美慧 要争取连任 二号上午在一群姐妹好友的陪同之下 顺利完成参选登记 并且以美好会持续作为竞选口号 希望选民力挺让他持续留在议会 监督宪政为民喉舌 民进党籍花莲县议员张美慧 二号上午在一群姐妹好友陪同之下 前往花莲县议委会 顺利完成第一选区现议员登记作业 希望可以争取连任 持续留在议会监督宪政为民喉舌 美慧这次要继续争取现议员的连任 今天的登记很开心也很感动也很感谢 就像四年前一样有很多的好姐妹 那今年还增加家人也一起来陪同 那在这个登记过程当中 美慧要跟所有的相亲来表达的是 这一路走来始终如一 秉持着田志轩服务地方的精神 那过去三年多将近四年在县议会的任期 在工作职责上为民发声为弱势来讲话 来监督宪政的所有的工作 美会都是认真的一步一脚印 那在问政的工作上 议会的开会 那不管定期会临时会 从不缺席问政也都非常的落实 每一次的议会的会议当中的发言 要求县府改善要精进 那还有一位民众来争取权益 这个工作上 美会希望乡亲能够继续的支持 包含像重要的几个宠物公园的 这个持续的争取跟推动 那另外就是有关于港澳北的 这个排水的 那在有关于在其他的 在友善交通 友善行人的这件事情等等 美会都在12项证件里面提出来 那希望乡亲继续给张美会 美好会持续的这个竞选的主轴 跟核心的精神上 继续给予支持 张美会这次是以美好会持续 作为竞选口号 并提出12项证件 涵盖建设 观光 寝镇 消防 环保 农业 卫生 医疗 教育等多元的变相 希望能够持续为花莲乡亲 打造公平正义 族群共好的城市 张美会 东山 张美会 东山 美会 美会 东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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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日情 花莲市报道